大部分信息是为了诱导你做出选择,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。 定义有价值的信息是如此困难,因为各种各样的信息总是被零万地堆放在一起,让人难以区分。 在职场上,面对自己的老板,很多投机取巧的人会用冗杂、无意义的内容把自己的工作汇报填得满满当当的,显得自己功绩卓越。 而在有经验的领导面前,这种撞演法就显得小儿科了。 他们提取信息的能力,可以帮助他们分辨出哪些是下属真实的工作成果,哪些只是花言巧语。 我参加企业家论坛时,常常会有一些困惑。 很多企业家喜欢抱着自己的创业精力不放,无厌其烦地向他人传授自己的成功经验。 实际上很多成功是不可复制的。 如果一味地听取他人的成功经历而不提炼有意义的内容,那只不过是在听人家讲故事而已,只能收获寥寥,对自己未来的发展益处不大。 理财顾问提供给你的一锣厚厚的资料中,有太多无意义的信息。 他们依靠这些信息对你造成干扰,甚至让你对文件的内容失去耐心。 面对合同文件以及资料时,一定要谨慎。 你不需要逐字逐句去阅读,但是你在看到涉及关键利益的内容时,得瞪大眼镜,不要被那些拘心不良的人骗走钱财。 在互联网时代,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变得多样化,每天都会有铺天盖地的信息向我们涌来。 而能够从中获得我们需要的信息,并把不需要的信息拒之门外,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 获取信息的效率决定着你能否在机会到来时抓住它的尾巴。 精确的定义问题有多难? 定义是养成深度思考的第一个步骤。 人们看到一个事物时,首先要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,对它的属性做出判断,以方便进行下一步的思考和行动。 比如,看到一朵玫瑰时,人们会想到鲜花、女人、求爱、约会、结婚。 提到求职时,人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简历、职位、薪资、工作环境、上升空间。 购买保险时,人们想到的则是月供、回报、赔付、安全性。 这些词便是定义。 但这并不代表每一个关键词和信息都是有价值的。 关于诸如理财、保险、房子这些产品的信息都是美丽动人的。 业务员会给出各式各样的逻辑分析,以及名人代言。 来证明这些产品有多么划算。 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,起关键作用的是如何定义保险之于自己的意义,尽管人们总是跳开这一步。 保险是一个关键词,围绕这个关键词所产生的信息为人们的决定提供了动机。 恋爱、求职、炒股、做生意、管理公司等问题也是这样。 最关键的信息可能是你没有考虑到自身的条件和抗风险能力。 精确的定义事物是这个世界上99%的人都无法做到的。 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可怕,但至少全球70多亿人中还有7000多万真正的聪明人。 在著有非理性繁荣的罗伯特·希勒看来,这也有点太多了。 希勒觉得从历史的角度看,大多数人都是善于用马后炮自我演示的蠢人。 他的话虽然有些偏激,可一点也不离谱,并且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。 人们大多有着过分自信、离信权威和从众的心态,而在需要定一个问题时又变得极其懒惰,懒得去想。 人类都有偷懒的天性,大脑更甚,这似乎是难以纠正的。 人们在聊天时,80%的内容都是废话,浏览网站看过的80%的新闻纯属浪费时间。 商业合同上80%的内容和其他合同没什么两样。 可以说,最重要的是余下20%的部分。 深度思考养生的第一步就是定义对自己有用的20%的信息,剔除无用的80%的部分。 在定义信息的价值时,时间尺度也很重要。 人们每天听到看到的信息,有80%都已经失去时效性了。 例如,有人告诉你某只股票去年9月涨到了45元,那么这个信息在时效性上就是无用的,经不起时间尺度的丈量。 因为它不能对今天的购买决策提供任何帮助,也不意味着现在以20元买入就是抄底,下周就可能会跌到10元钱。 一条让人兴奋的信息最终可能让你欲哭无泪。 综上,无用信息有以下几个特点。 第一,与需求不匹配。 比如,人们在恋爱、求职、买房时,习惯性地做着勉强地决定,吞下的苦水比喝下的蜜汁还要多。 这是因为多数人做决定时倚重的信息与自己的需求并不匹配。 经历了一段磨合期后才发现不符合自己的预期。 第二,缺乏时效性。 比如,一只股票30天前的价格,上一次的公务员考试题目等。 时间尺度是定义信息的一个重要标准。 一方面就像希勒说的,海水退去后才能看到谁没有穿裤衩。 许多事情需要时间的检验。 另一方面,在时效性较强的决策中,还必须分析信息对当下的参考意义。 第三,具有欺骗性。 欺骗性的信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,每个人都活在这些信息中, 但同时,它们或多或少为人们制造了幸福和满足的体验。 但是,当你要做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时, 就必须把这些信息与真实的信息隔离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